發了一年喔 不知不覺 然後我只在我自己的 專場音樂會唱過 沒有在就是 這裡可能大部分人也不懂 也沒有聽過我的歌還是什麼的 好 但我要自我介紹多一次 我叫Kobe 王思涵 然後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朋友們 是真的是路過的 然後謝謝你們來支持 這是我們也是來宣傳 發動空間的最好的我們節目 每個星期六 九點 可以守住發動空間 或者是在TonTon App裡面看得到 然後接下來不會有我啦 不過還有其他人的 可以繼續看下去 好 這首歌我覺得很適合今天這個場地 因為我自己是蠻喜歡來這裡的 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死遊客 也不是賣遊客啦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我喜歡來 是因為我喜歡看人 就是有很多不一樣的人會聚集在一起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去年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一直覺得我自己還有 存有一點點的青春 這首歌叫 再窩囊也不復青春 然後這首歌發了一年過後 我的那一點點的青春好像差不多要過了 但是 我這幾天我在練歌的時候 我又突然有一些其他禮物啦 我就是覺得 因為我看著我的家人 我看著我的長輩 還有我的小輩 我總是覺得 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會有存著 一個青春 一個小朋友在心裡的 那這個小朋友是來幹嘛呢 有時候是為了給自己的 或者是給你身邊的人 你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 或是另一半一些 同理寬容都好 就是大家 總是會有 孩子氣的時候 不成熟的時候 這些都是青春啊 所以 我覺得 希望大家可以 聽著這首歌 稍微inspired到一點 就 大家多一點同理